莫尔多瓦人走上街头进行反政府示威游行 这个临近乌克兰的小国家最近相当不平静 传出俄罗斯两年前就密谋要把莫尔多瓦收为囊中物 现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机密文件曝光 标题是俄罗斯联邦在莫尔多瓦共和国的战略目标 这套十年战略短期要让莫尔多瓦更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等 中期则是反对他们与北约合作 长期要让莫尔多瓦形成对北约的负面态度 这项计划显然是想阻止他们越来越向西方靠拢 对于西方颠覆莫尔多瓦政府的指控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严正驳斥 表示俄罗斯想跟莫尔多瓦建立良好关系 但西方国家站出来立挺 英国外交大臣亲访莫尔多瓦支持乌克兰之外 更展现保护莫尔多瓦的同盟决心 就是不让俄罗斯得逞 TV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